东奥科技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接着到上节课我们认识了组织结构的两个要素 一个是分工 一个是协调 这节课我们要建立组织结构和企业战略的关系 首先来看两者整体的关系 理想的情形应该是企业战略和组织结构两者相互匹配 如果说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外部环境三者匹配 我就不需要进行调整 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形 对应的是稳定战略 假如说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那这种情况下我对于战略要进行调整 战略调整了之后组织结构 它不可能立马也进行调整 所以战略它是具备前导性的 而组织结构是具备滞后性的 为什么战略调整完之后 组织结构没有办法及时进行调整呢 首先新旧组织结构 它肯定是要有一个交替的过程 如果说我原来是职能制 现在我做事业部 做事业部我要成立相应的 比如说分公司 那是要走流程的 我成立分公司可能还要招人 那有一些组织结构的调整 我可能还要辞退员工 这都涉及到一个过程 不可能我战略变了之后 立马组织结构就调整完毕 这是第一个原因啊 导致组织结构是具备滞后性的 第二个原因呢 是出于管理者的原因 管理者可能他内心有抵触情绪 你战略进行调整之后 我作为某一个管理者啊 我资深利益可能受到损失 所以我就会抵制你这个战略的调整 总之就会导致组织结构的变化 它比战略的变化整个过程要慢 所以战略具备前导性 组织结构具备滞后性 接着我们来看企业发展阶段 与组织结构的关系 你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战略 来看这儿啊是企业发展阶段 你发展阶段肯定采用的是发展战略 所以这一部分是主要从发展战略的角度 去考虑什么样的组织结构 和我对应的发展战略是匹配的 我们讲发展战略 有一体化战略 密集型战略 还有多元化战略 首先从市场渗透战略说起 因为市场渗透到市场开发 到中央女性化到多元化 这是企业规模发展 企业整个演进的过程 它和我们整个组织结构的演进过程 可以匹配起来 当然这个匹配啊 它不是绝对的 说你市场渗透对应的一定是创业型 但是啊 整个思路是这样的 随着你企业不断的发展 然后呢 你对应的组织结构 或者说匹配的组织结构 也在不断的改变 市场渗透属于密集型战略 市场渗透 原有市场 原有产品 这两者都不变 那对应产品没有发生变化 产品单一 并且市场竞争不激烈 为什么 大家回忆一下 市场渗透对应的适用条件 对于外部来说 应该是有竞争对手 离开了这个市场 所以我在原来的市场 可以扩大我的市场战略率吗 那我面对的情形是 产品单一 竞争不激烈 说明我还处于一个 比较初期的发展阶段 那这样一种发展战略下 对应的是创业型组织结构 这并不是说现实当中 就一定是这样啊 只是我们教材提供了一种思路 建立你整个战略和组织结构 不断向前演进的 整个两者的匹配关系 思路上啊是匹配的 就是你整个犯战略 不断的在发展 然后你组织结构 也要不断进行调整 第二个呢 是市场开发战略 市场开发要开发新的市场 原来在AB 现在呢 我开发到B底 开发B这个市场 规模相较之前 是不是变大了 它主要想体现啊 你从市场渗透 原来单一产品原来市场 现在变成单一产品 新的市场 规模扩大 规模扩大呢 在原来创业型组织结构的基础上 我要实现分工 就形成了职能制组织结构 好 下一步呢 从市场开发到 纵向一体化 我是生产者 我现在把经销商并购了 然后把我的供应商并购了 我实现纵向一体化之后 我就可以把经销商 这毕竟啊 这毕竟啊 是一个业务嘛 它和我原来做的这个生产 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把这部分看作是一个 事业部 然后生产呢 这是一个事业部 然后原材料供应 这是一个事业部 就相当于经销商 它做自己的产品 它提供的就是服务 我帮你卖产品 你生产对应的是一种产品 你供应商提供的是 原材料这种产品 所以我可以看成是三个产品线 每一个产品线对应一个事业部 这样呢 就从职能制到事业部制 接下来我实施多元化经营 就可以采用战略业务单位 或者是H型 或者是矩阵制 因为它想表达的啊 其实这纵向一体化和多元化之间 是有一定联系的 它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从纵向一体化到多元化 我经营的业务 更多了 你进行的业务更多之后 你就需要对这些业务进行整合 如果可以整合 我就可以采用战略业务单位 我把相关的这些业务啊 整合在一起 比如说业务一 业务二 然后业务三 好 这些业务之间有关联性 你们每个业务对应一个事业部 我把这些事业部 现在都划到这样一个战略业务单位当中 那同样的 如果有业务四业务五业务六 他们可能呢 有联系 然后这四三个事业部啊 你就划归为这样一个战略业务单位 所以你如果多元化经营 就可以采用战略业务单位这种方式 那如果说我经营的业务非常多 多元化经营 然后呢 我没有办法对于每个业务经营都实施控制了 因为我确实做的业务太多了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以采取H型 我作为母公司 我现在没有能力说每一个业务 我都参与到它进行管理当中 所以我作为母公司 我主要做的就是 我选择做哪些业务 不做的话 我就把它出售 这对应的是H型 或者可以采用矩阵制 这个怎么理解啊 你比如说业务一业务二业务三 他们现在呢 生产上有联系 我把你们 好 看作是这一个价值链条上的各个职能部门 可以吧 只不过原来我说这职能部门啊 对应规模比较小 我现在把你整个这个业务 看作是一个职能部门 像刚才咱们讲纵向于以化 你这供应商这是一个业务 我看成是一个职能部门 你生产商看成是一个职能部门啊 然后经销商 你虽然是一个业务 我现在就把你看作是一个职能部门 你们这些业务 我看成职能部门 你们之间有联系 去服务某一个项目 那我现在端化进行不只是只有你们这个三个业务 我可能还有多个业务 好 业务四五六 同样具备上下游的关系 我不把你们看成业务了啊 我就把你每一个业务看成是对应的职能部门 因为你们有联系吗 有上下游的联系 好 你们服务另外一个项目 这是不是就形成了举阵制啊 所以多元化经营啊 可以采取这三种方式 我们来看21年叫这个真题当中的单选题 我们做了一点点修改啊 因为这一块的知识点 今年教材稍有改动 主要是多元化经营战略对应的组织结构呢 今年这一块稍微有些改动 多元化对应这三个组织结构 好 我们看单选题具体内容 经过多年的发展 中耗公司成为一家从事 冶金 机械制造 化工 保险 外贸等多种业务的大型企业 从企业发展阶段与组织结构的关系来看 该公司的组织结构类型应该是什么 那这句表述主要想说什么呢 主要想说这中耗公司啊 采用的是多元化 多元化对应战略业务单位 或者是H型 或者是取阵制 A选项从简单到智能 这是错的啊 从职能到事业部 这也是错的 从产品事业部到区域事业部 不对啊 应该是从事业部 看上边呢 纵向一体化对应事业部 从事业部发展到这三个啊 所以应该是从事业部到战略业务单位 这个是程序的 或者说从事业部到H型 取阵制都可以 这道题应该选D 好 那针对于这部分啊 大家今年还是要给予一定的重视 你脑袋要有这样的印象 因为这部分内容20年考了 并且呢 今年教材还有一点点调整 如果出选择题啊 一定要掌握这种对应关系 市场战斗 市场开发 送向一体化 对元化 分别对应 什么样的横向组织结构 接着我们看组织的战略类型 这一块又在讲什么呢 既然讲完了组织结构 我现在就主要从组织的角度 去看待战略 并不是说我基于之前学习的各种战略 然后去分析和我各种战略匹配的组织是什么 不是这样的 之前我们思路是 你学完战略了吗 从战略 我去看它和什么样组织结构匹配 不是这样啊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我刚讲完组织结构 两个要素 我对于组织很熟悉了 我基于对于组织类型的掌握去分析 它应该是采用什么样的战略类型 这是组织的战略类型 所以它讲的这一块战略 和我们第三章讲的这战略选择战略啊 并不是完全匹配的 它从组织角度去看待战略 战略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就战略对于它的分类 你看防御型 开拓型 分析型 反应型 这和我们之前第三章讲的战略具体类型 对不上啊 它现在不是从战略去看组织啊 是我从组织去看战略 好 首先来看防御型战略组织 你听那名称 防御型战略组织 那它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战略目标就是防御啊 什么情况下我们防御呢 如果说整个环境非常稳定 我就可以进行防御 外部环境不断变化 你没有办法防御 我要防御的是这个市场 但是外部环境不断变化 你这个市场当中消费者需求在变化 或者说你整个市场都在变化 你所守的这个市场可能下一步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我们要进行防御的话 应该是针对于一个稳定的市场进行防御 那你结合产品生命周期 哪一个阶段对应的是比较稳定的市场 成熟期 因为成熟期整个市场很稳定 而且呢市场规模是最大的 又稳定市场规模又大 我才有防御的价值 如果说这个市场虽然很稳定 但市场非常小 我防御它干嘛呀 没有任何价值啊 好我就清楚了 我现在防御型战略组织 战略目标进行防御 对应的应该是处于产品生命周期当中的成熟期 成熟期要求我们生产高效率 所以在技术方面 在行政管理方面 我们追求的都是高效率 要创造出具有高度成本效率的技术 注意啊 我们现在说创造出什么什么技术 并不是说研发出生产方面的技术 而是和流程相关的技术 让这流程更高效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呢 要保证组织严格的控制效率 生产上要具备效率 技术方面要具备效率 好 那既然我组织的功能 决定了我要求追求效率 那接下来组织形式应该是哪种 如果我们从这个纵向分工去分析啊 你究竟是采用高长形还是扁平化 那肯定要采取高长形 因为高长形强调了是追求高效率 高长形本身是极权 极权就是一种机械式的组织形式 这儿谈到你整个组织形式是机械式的 其实本质上就是极权形高长形 因为你高长了高长形才能够管理幅度窄 我能管理的过来 能管理的过来你做什么 全要听命于我 所以才可以集权 集权了之后 你整个组织才像机器一样运转 你下边员工到底做什么 全部是上边发出指令 所以像机械一样在运转 那如果我追求高效率用机械式的组织 就应该由成本和生产方面的专家 形成高层管理的团队 集约式的计划 什么叫集约式的计划 就整个计划做得非常的细致 你在制定整个企业预算的时候 现在每一步每一项工作的预算 我都做得非常细 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控制 广泛的进行分工 广泛分工指的是能分工尽量分工 各项值得分工的越细 是不是你的效率就越高 那分工极致就是我每一天 我作为一个生产工人 我就拧这个面板当中的右上角这一颗螺丝 我什么都不干 我天天往那里坐 我就直接盯着右上角 一直拧 过来一个拧 过来一个拧 那是不是效率就最高 所以广泛分工 对应的就是提高效率 同时集中控制 对应的是集权 我作为集中员工 我就听上层的 正式的沟通 全都是命令传达 我要求你做什么 我做就完了 好 那这是防御型战略组织 防御型战略组织 你说最大的风险在什么 最大的风险就在于 你外部环境不能有太大的变化 你现在处于成熟期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是非常稳定 如果这个市场不稳定 刚才咱们讲了市场不稳定 你防御什么呀 你防御的基础都不存在了 你怎么防御战略 接着再来看第二种啊 开拓型战略组织 你听这名称 这个组织要进行开拓 那你说他的战略目标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不断的进行开拓 不断的什么叫开拓 发现新的地区才叫开拓 所以开拓型战略组织 他追求的是 不断发现新的市场机会 你发现新的市场机会 你要不要提供新的产品 什么叫新的市场机会 就是新的需求 你为了满足这个新的需求 你就需要不断的开发新的产品 所以从技术方面呢 要避免长期陷入单一技术的过程 你要不断开发新的技术 满足新的需求 但是你不断的开发新的产品 你的资源是有限的 你就会被各种新产品开发 分担你的资源 你的资源就会非常的分散 就可能导致 你整个研发效率 生产效率都比较的低 所以从行政管理方面 要解决资源分配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具体的组织形式 既然要鼓励研发 就需要分权 你如果不分权的话 我作为研发人员 我根本没有什么积极性 我天天都听你的 那你来研发不就完了吗 你还要我干嘛呀 所以就需要分权 分权对应的是有机的组织结构 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吗 由市场研发专家 形成高层管理团队 毕竟要抓住 不断变化的市场机会 注重产出结果的粗放式计划 什么叫注重产出结果 我最关心的 研发关心的是 你能不能研发出新的产品 你不可能对于研发的过程 控制太多 所以它是粗放式的计划 并不是计划制定那么详细 我关心的是 你最终能不能研发出新的产品 分散式的控制要分权 好 那对于这个开拓型战略组织 你们说风险在哪 风险就在于 我不停的开发新的产品 我今天想做这个 明天想做那个 你想做的事情越多 你的资源就会越分散 就会导致你整个工作缺乏效率 就像你学习一样 我如果一天我学六个小时 然后呢 我考六科 一个小时学一科 你还没有进入状态呢 你这一两个支点还没学明白呢 还没建立支点之间关系呢 又要学下一科 你说你的学习有效率吗 肯定没效率啊 所以开拓型战略组织 可能面临的就是缺乏效率 缺乏效率利润比较低 整个资源被分散 再来看第三种 分析型战略组织 分析型战略组织 其实就把前两种组织 想要达成的目标 我给整合在一起 我希望不断的开发新产品 有新的市场 我抓住新出现的市场的机会 同时呢 传统产品 如果处于成熟期 我还占有比较大的市场份额 我还希望保持传统产品的市场份额 所以他既希望在原有的产品当中保持份额 又希望开发新的产品 那开发新的产品就需要 就需要在技术方面 你是不是既要开发新的产品 研发新的技术 同时呢 还要做流程的研发 就相当于我要开发新的产品 产品研发又要做流程研发 这样的话 你产品研发对应开发新的产品 流程研发呢 对应的是提高传统产品的生产效率 保住原来产品的市场份额 所以技术方面双重合一 一方面职能组织流程研究 然后应用小组呢 是开发新的产品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 既要适应稳定的业务 又要适应变动的业务 原有业务这一块要稳定追求效率 新业务这一块呢 又要鼓励研发不断的开发 那最终的组织形势 许振志 许振志职能部门这条线 它主要解决的是 原来产品生产效率要高 然后针对于新产品 我还形成一些项目组 我需要开发某一个新的产品 好 我就临时成立一个项目组 对于这个项目组分权 对于这个职能部门实施集权 那对于分析性来说 风险就在于 你可能没有办法兼顾 那最终导致呢 你两项都没做好 你本来想吸取上述两种形式的优点 但是你做不好的话 达到呢 是两种上述两种形式的缺点 你既没有效能又没有效率 既效率这一块大家理解啊 没有效率指的是对于原产品 我生产效率比较低 效能 效能关注的是最后的结果吗 我想占有新的市场 开发出新的产品 我最终没有达到这个结果 没有开发出新的产品 所以这就是既无效能 也可能又无效的 最后一种形式呢 是反应型战略组织 反应指的是针对于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变了 我才跟着反应 我始终是跟着环境 在不断的调整 我始终是滞后的 它其实本身上来说啊 是相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 我一直在之后 这样的话 你就不能做出适当的调整 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失败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失败的情况 为什么我做出来反应 一直都很之后呢 有可能是你那一步的问题 你高层的决策者啊 没有民文表达企业的战略 我都不知道企业战略是什么 现在这组织结构和战略要匹配吗 我都不知道战略是什么 另外呢 从组织的角度来说啊 我可能有战略 但是呢 我不知道该采用什么样的组织结构 总之就是战略和组织之间不匹配吗 一直不匹配 那一直就是之后 我始终没有调整到一种 相互匹配 相互适应的状态 这是从内部来说 从外部来说呢 就忽视了外部环境的变化 总之它是一个失败的战略 失败原因你可以这样记 我们追求的是成功稳定的 是战略 内部的战略和内部的组织结构 还有外部环境这三种匹配 你现在反应型指的是 你之后于外部 指的是你整个企业的行动 是持缓的失败的 所以这三者都有问题 战略没有明确的表达 组织结构没有适合组织结构 外部环境呢 你忽略它的变化 好这样呢 四种形式就给大家讲完了 简单回顾一下 防御型战略组织 它是在一个成熟的市场 要保持稳定的份额 既然你要保持稳定的市场份额 成熟的市场 你就需要追求效率 技术上追求效率 生产上也追求效率 对应的是机械式的极权性的组织 风险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 而开座型不断的要开发新的市场 满足消费者新的需求 你的产品就需要不断的开发新产品 刚才呢 这技术上主要是流程上开发 提高生产效率 开座型主要是我要开发新的产品 你要开发新的产品要分权 那对应的风险是 你整个生产过程 研发过程都没有效率 你不断在做新的事 但是每件事呢 你都没有专注的去做 你可能每件事都没有效率 分析型是结合前两种优点 我既想在原来的产品当中 原来市场当中 我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又希望开发新的市场 所以既要追求效率 也要追求灵活 研发这一块呢 我主要是分权啊 鼓励新产品的开发 那针对于市场和生产 这一部分呢 主要是集权追求效率 那它面临的风险 可能是两者都没做到 最后一种是反应型啊 这三个方面出问题 战略 没有明确的表达 组织结构 没有合适的组织结构 另外外部环境 你忽略它的变化 我们来看教材的这道立体 这道立体呢 既涉及到了 战略与组织结构的关系 同时呢 也考察到了 横向分工组织结构 FT集团组织结构的变革 FT集团成立于1994年 是国内一家 及房地产开发设计 施工等等业务 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司 经历了13年高速发展之后 2008年爆发的 全球性自带危机 同样也给FT集团 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FT集团步入了业绩增长的 缓慢期 销售业绩开始被同行 其他企业赶超 FT集团从十几人开始起家至今 在项目管理上一直采用 职能组织结构 集团总部呢 按不同地理位置分别设置了分公司 也称地区公司或者是城市公司 总部设置专门的职能机构 对于地区公司的职能活动进行监控 FT集团呢 还设有此公司 此公司都是房地产相关的业务 那等于现在你采用的这种方式 还适合不适合 你现在这个组织结构不适合了 因为前面说了 你的销售业绩 已经被同行其他企业赶超 等于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了 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你的战略要进行调整 你战略调整完之后 你组织结构要进行调整 所以这一段就体现了 战略的前导性与组织结构的之后性 另外这一段也反映了 从十几人开始 到我们现在发展为 经营多项业务的这种多元化的公司 这也是这家企业发展的整个里程 那发展的过程就会伴随着企业组织结构 调整的过程 不同的发展阶段 应该用不同的组织结构 你最开始十几人 这个时候规模比较小 你可能采用智能制 那到后期呢 你可能要进行调整 RFT集团初期规模不大 这个组织结构的高效优点 得以发挥 最开始采用的就是职能制 那职能制对应四个优点 第一工作效率提高 第二呢 高层管理者便于监控各个部门 第三实现了部门内部的规模经济 第四呢 更有利于培养专家 这一块高效就体现了工作效率提高 当然也存在着职能部门间 发生冲突的现象 但有着高层管理者家族式 管理的保姆工作 扯皮推诿的事由 能够得到公平的解决 同时呢 执行力强的优点也非常显著 但是随着集团规模的不当扩大 这个公司组织结构的缺点 也愈发明显的体现出来 这一段就体现了管理层 和职能部门的关系 所以这段主要体现职能制 这两个优点啊 没有谈部门内的规模经济 也没有谈培养专家 缺点呢 第一个地区分公司受到 多头职能部门的领导 在命令链不统一的时候 无所失同 其二呢 各自为政 往往不从企业 整体立大局出发考虑问题 产生冲突 这是职能部门之间的冲突 第三 以职能为主的组织架构 权力比较集中 随着集团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总经理日益所事缠身 也就是总经理现在要管 你规模不断扩大 管理的业务太多了 管理的职能部门太多了 我管不过来啊 同时呢 你管理层次 规模扩大管理层次 也在不断的增加 导致我作为决策者 决策时间变得比较长 降低了管理效率 这一块呢 体现呢 就是职能制的缺点 你协调不同职能部门之间 可能出问题 各个职能部门之间有冲突 然后呢 你职能制本质是以集权为核心的 你现在规模扩大了 你以集权为核心 反应速度会比较慢 经历了08、09年 业绩低迷之后 管理层很严重来决定 对于组织结构进行变革 这一体价啊 战略前导性 组织结构的滞后性 变革思路 以集团新的发展战略目标为核心啊 统一命令链 总部与区域公司改变 原职能式的主导组织结构的形式 适当分选 第四 降低高层人员的管理层次 第五呢 是完善管理流程 按照变革所制定的思路 这块就体现 这不是战略吗 这两段的关系也体现 战略的前导性 你战略决定怎么变了 然后再去谈我组织结构 如何调整 这两段的关系也体现了 是战略的前导性 组织结构之后性啊 调整为举阵制 给予分公司适当放权 让项目经理与项目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从而实现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 增强决策的 这就是举阵制各个优点的原化 你看项目经理与项目的关系更加紧密 然后呢 实现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 增强对于产品市场的关注 这不都是举阵制各个优点的 关键表述我粘过来 举阵制这些优点 第一你多了谁 多了项目经理 好 多了他 他对于项目啊 更加关注 另外你现在多了项目经理之后 项目经理他和实能部门之间 如果配合的好 做出更有质量的决策 同时你作为项目经理 你如何选择你整 你作为项目经理 如何选择整个项目的构建呢 其实也是一种资源分配的过程 另外各个职能部门之间 现在配合呢 就更加的密切 你作为原来的一个员工专家 你也不能只关心自己的工作啊 这是这个我们谈取证制的 这几项五项优点 同时呢 你从之前的这个职能制 然后转变为矩阵制 也是因为企业发展阶段 出于不同的阶段 好 那整个这道案例啊 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完了 主要考察的就是职能制 和矩阵制的优缺点 那接着我们看历年真题啊 20年的单选题 盛源公司是一家智能家居用品制造商 该公司在技术开发和行政管理上 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由技术营销等人员组成的项目组 拥有产品开发自主权 进行来 该公司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具有陆续开发出这些产品 战略类型是什么 那从这道题的描述 它是不断的在开发新产品的 这一块你判断 它的组织结构战略型 你就看它的产品 是不断开发新产品 还是说 我就把原来产品的市场份额保持住 如果这两个我都要追求的话 那就是分析 这道题主要谈的是 我追求不断开发新的产品 应该是开拓型选D 好 再来看19年单选题 华为公司是外公司一家生产应用而用品的企业 多年来公司在外是应用而用品市场 拥有稳定的市场战略率 为了巩固竞争优势呢 它采取竞争性定价 阻止竞争对手进入经营领域 并实施高效率的机械式组织形式 你不管是描述它的战略目标 还是说你描述它具体的组织是怎样的 都体现了属于防御性 所以这一块有可能告诉你 我的组织是什么形式的 比如说我是机械式的 对应的就是防御性 如果说我采用的是分权有机制的 对应的是开拓型 或者我采取矩阵制 对应的就是反应型 这是一种表述 你通过它表述组织是哪种 然后判断采用什么样的组织的战略类型 或者告诉你目标 这道题是既告诉你目标 稳定的市场账用率 原产品稳定市场账用率 还是说我要不断开发新的产品 还是说原产品要稳定 然后新产品又不断开发 那这道题两个方面都告诉我 很容易判断这是防御性 再看18年这道单选题 风华公司的主业务呢 是生产销售体育用品器材 从去年起 公司在保留原有业务的同时 寻找新的市场机会 开发出适合个人使用的运动健康仪器 并尝试投放市场 该仪器可以随时把使用者 在运动当中的有关生物指标 记录下来 从而帮助使用者了解自己健康状况 并选择适当的运动方式 那这道题啊 他把这个战略目标告诉你了 战略目标就是原有业务 我要保留市场份额 新业务呢 我要不断去开拓 所以应该是分析型战略组织 好 那针对于组织的战略类型 四种类型 例年真集 我们分析完了 主要考察的就是选择题 给你一个案例 让你判断 这案例当中的企业 采用的是哪一种组织的战略类型 这一块你要抓住 四种类型的关键字 这关键字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 我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一方面呢 我的组织结构是什么 我组织结构机械是防御型 我追求的目标是高效率原产品 好 原产品市场份额啊 这对应的还是防御型 如果我采取的组织呢 是分权的机 这个有机的 这是开拓型 目标如果是我针对不断变化的市场 不断开发新产品 这还是开拓型 分析型呢 目标原产品保持新产品开发 如果他表述了啊 我采取的是局限制 也可以分析出是分析型 一旦谈失败了 没有跟上环境变化 对应的是反应型战略组织 好 这样呢 第一节公司战略与组织结构的内容 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 这一节啊 还是涉及了一些客观题的考点 比如说纵向分工组织结构 这两种有什么特点 然后横向分工组织结构 让你去判断 案例采用的是哪一种组织结构 另外协调机制 六种 横向分工的协调机制 包括组织的战略类型 这是第一节啊 涉及的四个客观题的考点 好 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